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零粉或者是红薯粉4汤匙 三叶排鱼露2茶匙 黄糖2茶匙 白胡椒粉3分之1茶匙 麻油1茶匙 首先放到清水中 把它浸泡15分钟 洗去肉中的血水 然后用厨房纸擦干净上面的水分 去除肉中的腥味 以及有助于猪扒很好的吸收调味 擦干净水分之后 我们要把猪扒进行一个按摩 拿一把松肉锤 我们将猪扒的两边打松 放两茶匙的鱼露 两茶匙的黄糖 也就是黑糖 放进去以后我们就开始给它搅拌 搅拌均匀 让这个调味料呢能够浸到这个肉中 然后我们就放上胡椒粉 白胡椒粉3分之1茶匙 还是把它搅拌均匀 最后放上一汤匙的这个香麻油 使肉质呢更加鲜嫩 而且味道鲜美 香气四溢哦 搅拌均匀 用保鲜膜呢把它盖上 我们就放在冰箱里面 让它腌制一个小时以上 好取出来 让它在室内回温 把它放到淋粉中 让它反正两面都均匀地沾上淋粉 这样在煎炸的时候呢 会更加的酥脆 关键一步就是现在 用这个剪刀在它转角处 剪上三四下 每一个猪趴都这样做 让它能够到时候很好的成形 也能够熟得也快 现在起锅烧油 放五汤匙的油 在这瓶底锅中 用根筷子 我们呢试一下油温 有小泡上升 表示油温就够热了 就可以把这个猪耙 放进去煎炸了 煎炸的时候不要先翻动哦 要让它定型 大概煎到两分半钟吧 颜色变金黄了 我们再把它翻面 现在翻过来 看已经定型了 而且颜色金黄非常漂亮 继续煎 这面也要煎两分半钟 好 再给它翻过来 煎四十到五十秒吧 大概两边也就共煎五到六分钟 嗯 放到这个厨房纸上 把油给它吸掉 晾凉以后切成块 我们就可以享用咯 好吃的香酥梅头猪扒就做好了 外酥里嫩 老少结宜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优势美食频道 希望您的大力支持 欢迎您订阅 点赞 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